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座白雪挨挨的雪山 请问是王仁在哪里? 哦 他想问这个 天界啊 天界早有33天 听得懂吗? 他是这样的 他有一个天就是白雪挨挨的 但是一点都不冷的 这个天似乎上去过的 但是这个天我是整个干净的两边绿树成阴 但是都是有雪的 像我们说下雪一样的 但是一点都不冷 就有点像西方天 我相信它也是33天里面的西方天 西方天它都有点像圣诞节的老人这个环境 这是很干净的一个天 天上都干净的 天上都干净的 像你比方说 逃离天啊 地色天啊 对不对啊 它都有 我相信像它这个天的话 应该是影噪天的 可能是影噪天是26天嘛 就很高的一个天 蛮高的 影噪天 这是影 就是影子的影 嗯 影子的影 影噪天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 还需要和亡人念诵小房子 再推推它吗 还是它已经很高了 应该 应该在天界的 它不一定理你了呀 你比方说 逃离天里面都有33天 逃离天里面它有一个叫三顶天 就是很高很高的地方 还有山峰天是第二天嘛 第三天是三顶天嘛 所以这种各种各样的天呢 实际上都有各种宗派的 你明白了吗 明白 我这个讲其他种态 我不大能讲 所以我就只能大概点你一下 你听得懂就好 我懂 我懂 因为最开始就是在超度亡人的时候 我们说什么在御戒天呀 但是后来师父说可以再推推 但是念了很多章之后呢 师父第二个图腾电话还是说在御戒天 我就想可能是在御戒天比较好的地方和差的地方它上升了 因为它天有很多层 嗯 你比方说 你说你把一个人超度到人间来了 对不对呀 那人间还有好有差的地方呢 天天打仗的地方呢 那我就不讲了 你都知道了 对不对呀 对 对 对 我懂 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有点在纠结 后来就想通了 就懂了 然后 你纠结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 你就不在天上了 你在人间了 是 你的寿命就有一千岁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像这种情况就是 但是 还是没有超出六道的话 这些超上去的亡人 还是会 会想尽天福再下来 会啊 它在六道里面它就会下来啊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我们人间的一百年 它逃离天只有一昼夜 就是一个晚上了 嗯 你想想 它天上一千年 你说人间多少啊 嗯 现在知道了吧 但是师父 所以天上 所以为什么叫天上 就叫万万岁万万岁啊 就这个道理的呀 明白了 明白 但是师父 就是有时候就是把 把亡人超度上去了之后 可能在几年后 又会梦到它掉下来 是 因为犯错或境界什么吗 因为他应该是 都会啊 有会的 嗯 他如果在天福提早想尽啊 他会走的呀 这还不懂啊 比方说一个人 人家给他算命 你应该有多少多少寿命 他为什么会死得着呢 他抽烟喝酒呀 想尽福报的呀 听不懂啊 在天上面就是 天福想得太快 你也会福报受尽 就会掉下来的呀 明白了吗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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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看根基和他的外面 当然了 天上也要守戒的啊 天上有天律的啊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师父